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 目前已经持续长达16年之久 伤害了极致无辜的大陆民众 从5月份起 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 开始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 目前向海外传出的消息人数已经接近4000人 法轮大法民会网14号报道 从5月底到6月11号 他们已经收到了3946位中国公民 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副本 控告江泽民发动的镇压法轮功运动 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要求中共最高司法机构立案起诉 将江泽民绳之以法 这些控告书的证本已经都寄给了 中共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据了解目前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 正在着手写控告状 准备寄往相关部门 我是大陆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正在写控告江泽民的数段 准备邮寄到北京的最高检察院 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困害 我和我的家人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起诉江泽民是我们的心愿 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 1999年7月江泽民出一季度 开动中共的整部国家机器 以民运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发动了对上亿修炼 真善眼的法轮功学员的镇压 16年来难以计数的幸福家庭被毁 无数人被酷刑制伤 制残 制死 数万人被活摘器官 十几年过程当中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残酷 更加破坏 以前是江泽民在台上 或者是江泽民下台之后 他的当语 把他们的供电法系统 所以说很多冤案 还有酷刑 都没有法的起诉 中共最高法院从5月1号起 改革案件受理制度 便立案审查制 为立案登记制 宣称对应该受理的案件 做到有案比例 有诉比例 15号上午 新唐人记者拨打中共最高检察院 和最高法院网上公布的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电话 询问他们将如何处理 数千名法轮功学员 控告江泽民一案 话还没说完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新唐人记者李运建民 采订阅报道 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 Lynn